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日前涉嫌觸犯香港國安法被捕後 壹傳媒股票成交量和股價一度飆升 9月10日 香港警方採取行動拘捕15人 涉嫌串謀詐騙及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 總可公訴罪行的得意的財產 香港警方在當日舉行的記者會上指出 香港警務處國家安全處8月10日拘捕黎智英 其他幾位壹傳媒高層行政人員之後 壹傳媒股票的交投量和股價出現極不尋常的波動 8月10日 壹傳媒股票成交量大約為100萬股 售市股價為0.09港元 但在8月10日至12日期間 壹傳媒股票總成交量大幅上升至71億股 如果比較8月11日和8月7日的單日成交額 上升幅度更加驚人 超過4,000倍 而股價也由8月10日最低位的7,500 上升至8月11日最高位的1.096 但其後股價迅速回落 跌至最低位的6毫半 換言之 與最高的價位比較 下跌了66.8% 令不少投資者蒙受重大損失 警方表示 壹傳媒的股價波動引起了社會和警方的關注 懷疑其中涉及違法行為 經調查後 警方當日拘捕14男一女 年齡在22至53歲之間 其中5人為30歲以下年輕人 1人有三合匯背景 涉案人總獲利超過3,870萬港元 其中1人獲利超過2,500萬港元 警方目前已搜查完成涉案人住所 並凍結其銀行和股票帳戶 警方會調查相關人士的資金來源 和犯罪得益的去向 以確定有沒有其他涉案人士 被捕人現證被扣查 警方會繼續從多個方向調查 不排除會有更多人被捕